苹果执行长库克在创办人贾伯斯逝世后 接掌公司已有十年之久 他在最近一次专访中主持人问及 十年后他是否还会留在苹果 库克回应他很可能在十年内卸任苹果CEO 不过他没有提到届时可能转任的职位 库克已经60岁 苹果和执行长库克的十年合约即将在今年到期 最新数据显示全球二月半导体销售额大增 亚洲半导体肋骨也看涨 报告指出全球大约75%的半导体产能 集中在中国和东亚 当地较容易受到地震和地缘政治紧张所影响 台湾和南韩主导100%的先进晶片制造 其中台湾占92% 南韩占8% 汽车晶片缺口难以疏解 全球各大车厂纷纷祭出停工措施 日本车厂苹巴鲁五日宣布 因受到全球半导体短缺影响 将在4月10日至27日关闭其群马线石岛工厂 台开被证交所公告 4月7日起将变更交易方式 打入全额交割股 董事长邱富生将召开记者会 6日盘后将进行说明 台开109年度净损失达18.32亿元 流动比率为85.76% 新唐人给他辨识整理报道